5万流动时 然后这个是上GM 两个GM 就上VP 两个VP就上SVP 两个SVP就上ED 所以两个M 两个ED 我们就上MD 这个大家都懂了吗 在我们现在做的 都是我们的老朋友 对不对 好 那么我们有一个 就是全球分红 那个全球分红呢 那就是 封顶 封顶是万分之三 封顶是万分之三 什么意思呢 你自己 你本身是MD 已经上了MD 然后你自己 培养三个MD 培养三个MD 中间不可以有一个 就好像 我推麦克老师 麦克老师再推 VLIN 如果是好 我推麦克老师 他没有上到MD 你上了 你是一个MD 只能帮助我上MD 但是我没有全球分红 我必须要帮助他 上了MD 我才拿到分红 所以排线比努力更重要 就是你占努力 排线错了 你也是赚不到钱 在我中国的一支团队 线下已经有1.6个亿 然后已经拖了很多袋 他每天的钱 只是拿2000多块每钱 反而他线下的MD 加每天6万多美金 这个就是排线的问题 懂吗 那么有一些人 他就是这样 你排线错了 你能力再强 没有用 我是你下面 十几二十代之后 我的赚钱比你多 2000多美金和5万多一天 什么概念 是不是 所以排线比努力更重要 不是努力你能赚到钱 而是你整个规划好了 你在借力死地不费力 你还赚到大钱 这个大家都要明白 这个一定要打描支持 中间不能空一个 对吧 所以呢 我建议有一些 就是 有一些能力 有限的 可以 把它放在下面 为什么这么长呢 因为我就放一条很强的团队给你 它杀MD了 你自己 你还是一个SVP 这些业绩 你只是说 你看得到 吃不到 对你来讲没有用的 是不是 所以你必须要学会排泄 必须要学会 团队要建立 所以奖金制度 我们都已经玩了一年了 所以这一次呢 我们要自己一定要学懂 好 所以呢你可以把它放下来 你自己先打两条线 反正你要帮助他人 才能成就自己 在以往的1.0版本里面 有一些人他的格局 他只是一个什么格局 是一个ED 他的格局只是一个ED 那么下面有一个人的能力很强 我要上MD 他怎么做呢 这个人是他的 我把他挖过来放到我的小角度 我踩着你 不给你上 那你就永远是SVP 我就永远是ED 懂吗 所以呢 在这个我们的平台里面 一样的环境 一样的奖金制度 一样的付出 但是你就是拿到不一样的结果 大格局的人 才能能拿到那结果 你成就了他人 你先成就了他人 才能成就自己 在我们以往的团队 我很多其他国家的团队 有好几个领袖 我知道 下面的人 跑来向我告状 所以呢 我只是跟大家就是要说明 如果你们的网络里面 觉得以前是你的上线 你可以跟他合作 合作公营嘛 对不对 其实在这个金融平台里面 没有上线 也没有下线 我们是最好的 partner 大家合作能赚到很多钱 就叫做共赢 对不对 所以呢 大家先要把我们的奖金制度 要搞懂